大家好,我是Stan 最近韩国时事节目 播放了Kuara保险箱道歉事件后 到现在没有被抓到的犯人 再次收到了网友们的关注 与此同时 歌手Giko也遭到了大量的恶评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6月14号 在Giko的IG账号出现了 黄金手机很有趣吗 Kuara保险箱被偷的时候你在哪里 请解释一下黄金手机 黄金手机里有什么等 大量的恶意留言和猜测 这是因为Giko曾在一个综艺节目中提过 穷君英有一部黄金手机 这不是正式的手机 只有在紧急情况下用来发讯息 里面像宝可梦图间一样 存有很多人的信息 对此穷君英也表示 Giko来我家的时候会问 黄金手机在哪里 我不会删除 把理论人都保存在里面 他来的时候都会仔细看一遍 随后黄金手机发言 在所谓的普宁森事件爆发后 再次受到关注并引起了争议 对此当时Giko澄清 我与这些不光彩的事件完全无关 我当时看到的只是朋友们的电话目录 而且很久没有私下与他联系了 会对恶意留言猜测进行法律应对 但是在6月22号播出的可可喜爱五十大众 节目探讨了 古阿拉保险箱道歉事件的可疑之处 并追踪了监控中的嫌犯身份 在节目播放后 部分网友们认为 嫌犯的身高和动作姿势等多个细节 和Giko很相似 就在网上推测 Giko应该就是保险箱道歉犯 因为争议越来越大 Giko的所属公司今天发出声明表示 将会对造谣的人进行强烈的法律制裁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昨天格格小如西大中 出现的保险箱道歉犯是Giko的谣言 迅速在各种SNS和社群平台上传播开来 我真没想到这么多人会相信这个谣言 Giko真的需要严厉抓那些散布谣言的人 推特上那些人真的疯了 真的很严重 Giko的酸言真的很严重 他应该全面提告 就算因为黄金手机事件 让人对他有不同看法 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家有资格去留酸言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 这都是因为当时Giko对黄金手机的解释 太荒谬了导致很多人都不相信 所以对于Giko的这个消息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2024年1月到6月 在日本Google搜索最多的 K-pop男团女团排行前十位 首先是男团 十位前若威斯文 9位Shiny 8位Tomorrow by Together 7位Intime 6位Lize 9位NinePull 6位TREASURE 7位3Kids R位17 变成FM 母带草 7位 アイリー 6位 アイブ 5位 エスパー 4位 ニジュ 7位 リセラピン 4位 ニュジンス 2位 トワイス 4位 トワイ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